吻婚纱一直都是我的心 我的心愿啊 但是我就怕你以后啊 就是试了一字以后 你还会想再来一次 我上辈子拯救了音乐系 你看我就说过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光 待会儿我感觉说 该呀该呀 那我的水平应该跟IG 互相上下我觉得 只要我手还能动 我就会一直接主标 就连桃都是给我去虎 切成小块 给我端上来的 可以看见我在家里的地医 所以我现在能成为电竞巨营 那都是我喜爱的跟我 看到你女装后 他喜欢上了你 游戏生活两不误 猴哥吐槽有深度 哈喽 我是英雄联盟主播 孙悟空蓝莲汉 这是一档 不知道和英雄联盟 有没有关系的节目 猴哥观察室 要么来看一下最近有哪些有意识的新闻 看一看 这条 可汉排位喷饮 被罚款 如果再犯一次 将竞赛十个月 我估计要是方plus去LCK的话 估计得办了那个 打野 中担 还有上担 半个队都给办没了 你看我 我就不会被办 要么来看下一条啊 IG创新LPL新记录 对死阵亡数超过一万次 死亡数超过一万次都比波音赚染 我要一想 我到现在应该也死个差不多一万回了 那我的水平应该跟IG 不相上下过去 好 要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啊 春季赛 现在比尔记成绩呢 他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很有机会能进季球赛的 比尔记给爷冲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啊 郑州一少年服倒地老人 并垫付药费却要不回来 老爷说我良心过意的去 你看 为啥江还是老的辣呢 我看那条新闻 我良心我都过意不去 让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 Mistake抵达京东基地 就业即将合体首方 也请回了兄弟们 恭喜W60亿宇宙分来京东集合了 京东现在的LPL 他的排名嘛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靠前的啊 除了跟第一差的比较多以外 其他都只差一场 之后的赛场呢 京东要加油了啊 但别的其实我都不是很在意 我就在意京东拿完冠军以后 能不能就是还能打打折啥啥的 我这人要去网购了 让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啊 内蒙古开鲁县的开鲁给力 插鞋店经营者为低价奥特曼 注册资本五万元 经营范围为各种小怪事 你看我就说过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光 待会我喊一声 该呀该呀 开个加盟店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条啊 广东工厂日薪七百还找不到眼 老板表示现在是工人挑工厂 你猜哪家工厂他也不留个联系方式 其实七不七百的倒无所谓 主要我就想应声一下老板 好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 好今天咱们不聊游戏啊 跟大家聊点这个掏心窝子的东西 之前节目主跟我沟通的时候啊 问了我老婆一个问题 所以让他说 上个喜欢我的原因 他说这个个子高 长得帅 还可爱 而且 还说我在他心目之中 是一名颜值组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说的没错啊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在当天晚上他就翻供了 说他在之前在节目组沟通的时候呢 没过脑子 说不太对 喜欢的原因呢 从长得帅变成了 正确和善良 总结来说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一个好人 这家伙真是 这一下就从这个投资 就变成扶贫了 然后而且吧 我原以为这件事 群里只有八个人知道 我都没想到 他居然还发微博了 那今天我就要在这里说 我觉得我老婆也是一个好人 她在选择我这件事上 当了一回好人 另外大家平时都说 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才能拥有现代的这样的老婆 说别人的家里头呢 那都是弟弟 我在家里头呢 那都是猴王 我比猴王还猴王 那个孙悟空空去吃个头吧 去潘桃园去偷去还得 我们呢 这吃的喝的 都得是我老婆给我端上来的 因为怕影响我的直播 就连桃都是给我去虎 切成小块 给我端上来的 可以看见我的家里的秘密 所以我现在能成为电竞巨英 那都是我媳妇的功劳 那么有兄弟就要问了 说是这么好的老婆 是如何捡到的呢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说道说道 我们呢 是在这个英雄联盟里边认识的 据他的回忆 他第一次匹配到我的时候 我玩黄指 凯鱼全场 一手巨龙撞击 玩的是德西应手 于是他就被我 伟岸的身影给吸引了 就像 我给你们吸引了一样 然后呢 他就加了我好友 主动加的我 完了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打游戏 慢慢的呢就在一起了 所以说大家 可以经常来看一看我的直播 还是比较有用的 我老婆呢 一直是一个特别知足的人啊 但是在我心里边 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而他呢 总是把这件事当成去事 然后到处跟别人说 当时我们拍婚纱照的时候 摄影师说他踩点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片 非常漂亮的苞米地 苞米长得特别的高 拍出来很有意境 结果我们一去 发现苞米都没了 只剩地了 然后我问摄影师说 我说你这苞米地 多长时间看着的 几个月前 当时啊 就看着那片光秃秃的苞米地 摄影师还问我 苞米地的苞米哪去了 他还问我苞米地的苞米哪去了 如果这位摄影师啊 今天在看我们这个节目 我今天告诉你 前几个月的苞米地的苞米 它上哪去了 它可能是在这 它也可能是在这 就是不可能在地里边 最后我们俩就在这片 没有苞米的苞米地里边 拍出来这样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两个背影 你看是不是 透露出了对 苞米地的渴望 和不复存在的美影的遗憾 这整个就一浓浓的 东北乡村风爱情 直接拿去就是可以当 乡村爱情故事的海报了 我觉得的 说实话啊 这件事在我心中 一直是一个遗憾 因此 我一直有一个寿愿 就是要拍一套完美的婚纱照 于是就在今天 此时此刻 我就要完成我这个寿愿 大家都等我一下啊 我去准备一下 一定要等我啊 穿婚纱一直都是我的心 我的心愿啊 今天可算是了了我的心愿了 但是少了点什么东西 我感觉不是 我道具呢 道具 哎 再回对了啊 齐活了 哎 这气球 怎么还高大了呢 最后我来看看 粉丝们都给我提了一些 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猴哥猴哥 我是一个男方人 我听说 世界喜遇看中国 中国喜遇看沈阳 能不能介绍一下 沈阳的喜遇文化 我想想啊 记得上楼 第二个问题 预测一下 今年LPL春季赛 谁会夺冠吧 以最近表现来看啊 偷博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呢 这个方普拉斯的这个状态也想说 RG呢 他只输了一把 IG呢 也改变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 LPL的队伍会夺冠 好 下一个问题 猴哥 我是你的女粉丝 你看 我就说我女粉丝多吧 我还有个弟弟 打我弟弟出生之后 我爸妈就特别重男轻女 对我特别不公平 想问一下猴哥 怎么看待重男轻女 你希望未来的小猴子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觉得重男轻女肯定是不对的 生男生女其实我感觉都一样 我自己还更喜欢女儿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做 男女都一样 媳妇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还是办法 用那个地位 好 下一个问题 猴哥你老了以后 打不动游戏了 想干些什么 其实只要我手还能动 我就会一直点鼠标 好 下一个问题 猴哥我游戏打得稀烂 但是银菜眼还大 我也想跟你一样 当一名主播 我该如何让别人看我的直播 兄弟 银菜不是问题 关键你得有特长 我的特长 那就是 歌声非常动静 一名经验 其实没什么别的事 跟着万言几个字 山腰单位狗起狗 山腰单位狗起狗 好呀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猴哥 我是你粉丝 这个不是你粉丝 看你直播好多年了 我的女朋友也跟着我喜欢上了你 看到你女装后 她一直缠着我 叫我也来一次女装 怎么办 所以你当然是满足她 但是我就怕你以后嘛 就是试了一只以后 你还会想再来一次 不管游戏赢不赢 猴哥吐槽不会停 下期猴哥观察室 我看看 一起继续昂歌 来 给大家一个播播 你看 为啥还说姜还是老的辣的 我看这条良心 我都过意不去 从来一遍吧 我一下就从投资变成了扶贫 是你吗 是我 从来一遍买 是我 什么你 我是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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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三应该是不是应该闭个眼睛